雷歐聊世紀 天天中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不列天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比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藍幫選擇的文明是不列天人 不列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長弓兵的射程非常遠 那他的槍兵呢 也是三攻三防可以正常使用 那他要吃驅化的動物呢 也是吃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在前期呢 可以打出18匹肉碼或是17匹肉碼 都是可以去考慮的 那不列天的後期呢 有這個12點射程的長弓兵 還有這個戰狼科技可以使用 讓他的巨型投石機呢 變成落彈範圍 變成廣域性的 可以一次擊殺非常多的敵人 那種的巨型投石機 非常強大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的命中率有提升高達99% 基本上要用這個戰狼反制對方的巨型投石機 或火炮 都是相當實用的一個選項 也是讓不列天呢 補習了自己沒有火炮的一個遺憾 然後直接用這個巨型投石機當火炮用 也是相當適合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波西米亞人 那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在修道院研發 宗教防熱跟神聖思想 會直接影響到村民 讓村民的移動速度 變得更快一點 還有血量再更多一點 那波西米亞人呢 除此之外 他的槍兵額外增上也是特別多的 讓他打這些騎兵或是大象 攻擊力會再更高一點 波西米亞人 他在城堡時代還可以研發化學 讓他出火槍兵呢 城堡時代就可以選擇使用 或者是可以讓自己的攻兵多一攻 也是特別厲害的 8點傷害的奴兵 城堡時代就只有波西米亞有而已 那後期波西米亞還有流彈炮可以使用 讓他流彈炮呢 也是有點像戰狼一樣 落彈範圍變得更廣 而且傷害力會更高一些 所以這兩個文明 都是一個射程 偏遠的一個文明 都是有那種超級強大的工程器械的文明 波西米亞後期的組成呢 主要是打這個戰車啊 或者是火槍 槍兵榴彈炮 為主的文明 後面還可以搭配胡斯派改革 讓老頭的科技 不太需要 不用需要黃金就可以使用老頭 可以讓老頭科技呢 變成只需要食物就可以研發的 一個文明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阿拉伯這邊的地圖呢 是黃金在後面 那這個消息對於波西米亞是非常的優勢 因為波西米亞他的挖金跟挖石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金礦在很安全的位置喔 他就可以讓自己的經濟喔 讓自己的經濟優勢越來越好 讓自己出工兵啊 或是要打這個戰車喔 壓力會更小一點 反正果汁也在右邊也蠻不錯的 但他最大的問題喔 是兩塊附金在前面喔 會比較慘一點 這樣看他配置是 一開始是三木配 然後開始配到四木 那看一下不利電這邊 不利電這邊也是喔 黃金都在後方 果汁也是喔 那黃金的部分呢 也是沒有到那麼好的感覺喔 兩個都在最外側 甚至離 對方超級近的 對方只要大概走過幾步 我就可以看到了 那城堡的位置喔 一定要補在這裡 才能保住好自己兩塊附金喔 這張地圖感覺對於不利電來說是相當劣勢的一個開局 但是 霍西米亞也是喔 兩塊附金在外面 所以如果不利電能把這邊站住的話 也可以對 霍西米亞受成同樣的傷害喔 好那這邊看到霍西米亞這邊是打出了兩棒棒開局 不利電能把這邊打18匹肉麻 升級嗎 還是要打一個工兵開 但這裡沒有去按 采礦營地 應該就是打肉麻 好這邊果然是補肉麻 補了一個 一級 農田跟一級伐木 霍西米亞是補了一級伐木 並沒有補下一級農田 因為裡面 這邊已經打了二棒棒開局的關係喔 好這裡去追槍兵 槍兵繼續追逐 兩隻肉麻也在繞 兩位都是肉麻開 但霍西米亞這邊有兩棒棒的優勢 在家裡正前方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好這三隻肉麻可能不用在家裡繞 去對方家裡繞更實際一點 給對方壓力是更好的選項 喔這邊直接抓到過來支援的工兵喔 那這邊 霍西米亞的進攻喔 就會稍微減慢一點 那麼先看起來霍西米亞有點是想要打二棒棒去爭取時間 上城堡時代 那這個二棒棒 黑跳城 也是 以前很常見的戰術 但以前的版本是三棒棒去騷擾 甚至連裝甲都不生 那他可能這邊是有優化過的這個 棒棒黑跳城的流程 好 讓自己的肉敲得更小一點 不然裝甲步兵升級了 也需要140食物喔 資源耗費其實蠻兇猛 好這邊不利點補下來黃金礦 霍馬回來救一下 想要把這一隻棒棒直接用霍馬解決掉 OK 解掉了這邊 趕快去 霍西米亞家裡騷擾 他這邊 資源量已經蠻OK的了 來到了15隻農田 沒有到15個 這邊是 14個農田 1314個農田左右 好 霍西米亞點下了一擊射 好 好 這邊肉麻給的壓力非常好 抓掉一隻村民應該沒有問題 村民過來打個架 毛兵繼續輸出 村民過來把肉麻解決掉 死下一滴血跑掉 這邊毛兵互打 看起來不利甸有點稍微控不過來 因為剛剛都在控肉麻的關係 這毛兵一直被對方的毛兵一直打 現在毛兵數量被打出來的數量差距 喔 這邊有挖石頭 那有挖石頭的話 也有可能升到城堡時代是要來打戰車了 打這個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 那不利甸這邊是上城堡可能會打這個長弓啊 或者是打這個投石車 遇到對方的戰車的話 他就只能打投石車了 為主 因為他的僧侶呢 是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是不能用招想的方式去解決對方的 波西米亞戰車 這也是不利甸 對於生頭來說比較難打的一個地方 很難打 好 來看一下這邊 戰毛兵 會不會守得很好 兩隻肉麻先去抓掉落單的毛兵 毛兵過來第一時間升價的是二級射 但戰毛兵沒有升級嗎 這裡有七隻毛兵 喔 還是要升戰毛 好 但看到對方直接去下了城堡 下在這個石頭的位置 好 肉麻過來衝進去 想要去住對手把這根堡蓋起來 卡在了城堡下方的位置 那這樣即使城堡蓋好 也就沒有辦法去射到這些工兵 好 這邊直接卡住 好 這邊只要等戰車出來就可以解掉了 原戰車是打工兵單位 特別有用的 一個反工兵單位 再出來 血量 OK 因為他的遠防超級高 7點遠防 基本上城堡斯艾奴兵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而且他射工兵超級痛 OK 戰車出來了 數量非常多 那這個也是我比較推薦的一個戰車流程 就正常前面打架 然後就一樣正常去挖石頭 就跟你打 西班牙西征 或是飛鏢騎兵 駱駝弓兵 或是魔國途徑這種開局一樣 魔國途徑跟弱弓可能不太適用 但西征這類單位就很適合 或是吐爾西火槍兵 都是這樣正常打架 然後上去城堡斯艾 打寶兵的流程 只要你學會一套這個打法 你要打寶兵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好 這邊果然轉出了投石車 當然這邊還有轉騎士喔 這個就蠻特別的 轉騎士的打法算還行 但騎士雖然夠多 才能對對方的戰車 進行足夠的傷害打擊 不然對方戰車拉打的話 還是可以把你的 騎士的血量給消耗掉 好 前方補了一個修道院 想要讓這個戰車 攻擊這些騎士殘血的血量 去用老頭去補血 這裡趕快按一隻老頭嗎 還是要後面再補一個 武功成器製造所呢 但這裡武功成器製造所好像沒意義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資源喔 可以去按雙 武功成器製造所的 投石車出來 這裡可能要趕快先撤退一下 不能再跟他打 這個修道院的位置 可能就有點尷尬了 不在這邊老頭出來 可能有沒有辦法去阻擋對方的 戰車出來 就去反擊你 好 殘血拉走 OK 殘血都在右邊 三隻騎士 拿他少量的騎士在反擊戰車 血量讓殘血拉走 Post車來到了高地 喔 拆掉了一台 欸 這邊拉到了 所有的騎士 好 那這邊看到對方 轉圖投石車 Post車 這邊要轉圖 救贖思想的話 黃金要475元 黃金沒有再去去補 反正是開下的 第二個城鎮中心 邊用戰車前壓邊開 這個戰術打得非常好 然後就會布施潛壓的威力 然後又可以繼續開農給對方壓力 浮雷電這邊喔 投石車就不能斷了 好 就要一直按 大家這邊有點斷 斷投石車 有一點尷尬 好 後面兩隻老頭直接著想 後面一隻騎士 解決掉了一隻老頭 後面還有一隻老頭活了下來 後方的騎士想要去招翔 欸 招翔到了 哇 這一波打起來 伯利電影一點小虧囉 好 這邊用招 用自己的騎士 想要再去砍掉老頭嗎 用殘血的 但對方找到騎士想來防守 這兩隻騎士要還回去了嗎 這邊戰車直接被擠掉兩台 三台 四台 哇 這個戰車損失慘重 投石車打得非常開心 好 這一波稍微不列電影反打回去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騎士這邊卡在這個小小角落 用投石車最後補掉最後一刀 左邊老頭想要著翔 用拉著騎士 著翔到騎士去反騎 直接用投石車砸掉 但是騎士還是成功拿下他的 洗衣殺 把這個投石車可以解掉 好 伯利電影現在是3TC開農 城鎮中心很便宜的關係 3TC 補下 趕快再補農體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後面有少量的毛兵 去騷擾這邊挖木頭村民 盤戰車就可以解掉 看對方的戰車又過來 這邊先上高地 獲得高地優勢 看來波士尼亞沒有打算要轉這個475 就俗思想 好 這邊比列電影轉出了非常多的騎士 是13隻的騎士 好 那波士尼亞右邊的村民本來想要出去蓋城堡嗎 但最後又往回頭了 先插一個哨戰 怕地圖太... 一出去就被對方騎士抓掉 他可能抓GG了 打得很謹慎 喔 果然 哨戰一蓋完 就看到騎士在他家門口等著 決定把城堡鋪在自家門口的位置 好 這裡鋪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波士尼亞這邊是還沒有點下宗教狂樂 讓自己村民的經濟再好一點 再點是細節還沒有做到非常好 而且是... 剛剛忙著打架啊 沒有時間去點 畢竟他都已經走開農路線了 早點點這個宗教狂樂 效果會再更好一點 好 這裡往前走 哇靠這裡大量的騎士 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波士尼亞村民落後了大概快要20村 但是戰車全部往前壓 投石車現在在野外 並沒有在家裡防守著 喔 這一波反推有機會 不列顛會直接暴斃嗎 投石車這邊一定要控好 而且要繼續量產出來才可以打得贏喔 這邊直接壓寶壓在臉上 波士尼亞的計謀出來 但投石車漲了一發 後面騎士追殺一下 但後面有非常多的戰車 騎士不敢繼續深追 這邊想要用投石車 去解掉後方的波士尼亞戰車 效果非常的優勢 這邊投石車再回頭打一發 哇 但戰車最後還是被 投石車還是被戰車給解掉 快點繼續按 現在94村對上68村 但前方的投石車快要扛不住 哇 這裡還要繼續按 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這根城堡好像還是要被蓋起來了嗎 要是城堡被蓋起來前面的黃金 就會有點難挖了喔 原來這邊就是黃金地帶 而且這邊被空了石頭 還有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決定要在這個地方蓋 跟城堡在村民太多走來走去 地集一直敲不下去 這邊來不及補了要走了 哇 怎麼再出會 好 不在稍微偏前面的位置 好 這邊繼續扛下戰車的傷害 這樣也要把這個城堡給蓋好 好 這邊戰車集火投石車 投石車換掉了一台 這邊收村 城堡的高傷害 直接射穿了胡思派戰車的裝甲 OK 右邊還有一戳石頭趕快去挖 然後這邊金要趕快空下來 好 這邊臭命可能要往後拉喔 不然左邊臭命也可能會被戰車給壓制 好 先補一個大石牆 臭命撤 對 趕快撤 哇 這裡上億人在挖石頭 我的天 在辦什麼演唱會嗎 39村 好 這裡補更多大石牆 然後防守側面 那這邊上到帝王時代的不列顛人 可能 現在有點斷金囉 哇 結果往右看 結果看到波西米亞戰車在這 波西米亞看到他的附近都在右邊 應該是 心裡非常的開心喔 知道不列電這裡完全斷金了 喔 這裡想要直接用村民去拆嗎 其實村民打戰車也是增傷很痛的喔 OK 直接把村民當 當軍隊使用 當軍隊使用 哇 好像 好像有點厲害 解掉了很多台 好 趕快轉一台 衝車 頭子車趕快解掉前方的衝車 好 普列點 村民處 還102村 看起來很繼續打 前方的衝車問題 有點難解 這裡可能可以再拆一台 OK 同時 這個 這隻頭子車 戰車 但是 可能會死傷非常多 好 當然這裡這根堡 蓋起來至少 右邊可以稍微能挖 但右邊的戰車 還是可以擊殺到這邊的 挖金帕村民 OK 沒錯 村 三件一隻 戰車 好 戰車已經開到家裡來了 到處都是戰車 快點 射過來 砸個一發 有人再砸一下 換我們這台 好 修理 好 終於有黃金了 但是波西米亞這邊村民處也追上了不列顛 我覺得這一波交換 波西米亞還是受到了一點經濟損傷 但還沒有到完全不能打 至少黃金回歸了 那這邊開始在按戰毛兵就有點奇怪了 戰毛兵打戰車也不是非常好用 基本上是沒什麼用處的 可能直接趕快存個800肉 點個中型頭石車的升級 會更好一點 還有單黃金不夠 還是要賣個110頭 好 這邊戰車一直在吃傷害 好 這邊戰車一直在吃傷害 那如果要防對方的老頭轉出475就屬思想的話 就要趕快去補下長弓兵 去點對方的老頭 只要對方老頭沒有辦法招翔成功 自己的頭石機 就可以順順往前推喔 那遇到這種組合的話 475只要轉出火炮 就可以反制回去了 所以這兩個文明對決喔 算是互相相剋 就是你一剋我我也剋你 你能剋制我方法 我還是能剋制回去 兩邊都有屬於自己的方法 但伯烈典一定要出長弓 才有可能擋下來 這邊轉肉馬 可能是顧慮到自己的黃金沒有辦法確保好 這裡還有一塊黃金在前方 直接先轉一波肉馬出來 而且伯烈典的弱馬呢 也是三級防禦力的 不然對敵方的戰車來說 沒什麼意思 戰車第一時間擊殺掉了 頭石車 還是火炮打的 OK 本來波西妙城出了火炮 那接下來伯烈典就會很難受了 沒有長弓成型 也沒有戰狼科技 現在要打對方的火炮跟頭石機 還有戰車都不太容易 後馬上前 一抓火炮有機會抓得掉嗎 怎麼打一打跑去打後面戰車了 哇這個尷尬 剩下兩刀 要是沒拿下來心跳會炸裂喔 這毛兵盒努力過去 再補個一刀砍掉 哇兩台火炮打得這麼辛苦 終於才打掉兩台 自己前方的戰狼兵跟肉馬 都已經損失殆盡了 副利典這邊轉出來的是 重裝騎士 這邊繼續扛城堡傷害 想要把裡面的村民給打出來 還有阻止對方後方的村民去修城堡 直接扛住了城堡傷害 往前攻擊 戰狼兵打這個真是癢 除戰狼的意義到底是為何呢 我不太確定他出戰狼是要防什麼 防對方的火槍嗎 哇 這個戰狼出的決定感覺不是很好 出馬是能理解 出戰馬就是多一個靶子讓對方戰車打的意思 哇 好難受 布雷典這邊超級難受 左邊的村寶快要躺不住 戰車已經快要把這邊全部打倒 好這邊布雷典大家出了 聚聚 看起來戰車正常打法 威力也是不弱的 而且大部分的文明打戰車 好像都不太好打 畢竟還要點太多這個生旅科技 還要一直用這個 投石車去跟對方換 換久了也 不一定會換得出優勢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西米亞拿到1000支援的勝利 黃金的部分贏了大概快要5000了 非常誇張 畢竟他控金控得很好 布雷典這邊是挖金挖到 主金挖完去挖附金 直接被控金控死 軍事方面是波西米亞拿到1.69的KD 這個波西米亞戰車 真的是不太需要控兵 也可以打出成盾的傷害 確認就是走的慢了一點 很害怕投石車跟救贖思想老婆科技 除此之外他的 敵人這個天敵 並不算非常多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